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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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一月份 我通常覺得它是一個很尷尬的季節 因為如果當中有一些人是老師、學生 我們這個時候剛好正準備著一個學期的結束 我想很多學校現在正在期末港 所以我們要回顧這個學期 到底我們學得怎麼樣 或是做了老師的 我們到底教得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學期結束的時候 同時呢 華人有兩個過年 一個是元旦 我們已經過過了 很多人可能有去參加所謂跨年的晚會 可是呢 後面還有一個年 這個可能年紀大一點的人 會比較更重視它 所以大概從你比較重視哪一個人 看出來 你是你的年紀如何 年紀大一點的人 可能更喜歡過的是這個農曆的春節 我們會期待 小孩子都回來 然後大家能夠團圓 不過年輕人都希望這個長將能夠跑出去玩 好 所以我們有兩個年 在我們過年的時候呢 我們都在思考 過去的一年 我們過得如何 我們也在想 新的一年 我們到底 接下來該怎麼過 所以在今天 我也要請大家一同來思考 在我們信仰上一個主題 我們信仰的這個聖命 有很多人 在過去兩千年的教會歷史當中 形容我們信仰的這個旅程 就好像是一個朝聖之旅 朝聖 我們走過一段路 這段路不是短短的路 這段路不是你以前走過的路 這段路是讓我們能夠 從過去不清楚走向清楚 讓我們過去從不明白走向更多的明白 讓我們能夠從過去是黑暗 混沌 讓我們走向光明跟有秩序 這段信仰的道路 是我們從 我們過去可能是在錯誤當中 我們要尋求真理的道路 從罪惡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離開罪惡 邁向新創造的生命 所以我們這段信仰之旅 就像是朝聖之旅 也許我們有一些人說 朝聖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只要報個名 然後參加旅行團 最重要的事情 就記得繳錢 然後你到了旅行團 要出發的那一天 到機場去集合 然後你就便去朝聖 現代人不太懂 古時候的人為什麼要去朝聖 古時候的人 他們有一些人存了一輩子的錢 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天 去耶路撒冷或者去到羅馬 那我們會問 要去到耶路撒冷 去到羅馬 有這麼重要嗎 不是 他們去耶路撒冷或羅馬的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去到了聖殿 去到了羅馬 不然很重要 但是他其中的過程 也非常的重要 古時候的人 他們去朝聖 他們是靠著兩隻腳走路 所以他們有些人可能要走上好幾個月 甚至好幾年 當他們一邊在路上的時候 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其實所謂朝聖 是一邊走路 一邊祷告 一邊走路 一邊尋求神的心意 一邊走路 一邊希望能夠上帝領導他們前面的道路 所以這個朝聖的過程 事實上就是一種靈性培養的過程 這個朝聖的過程 他可能會遇到危險 你可能會遇到強盪 你有可能會迷路 但是也有可能 你的身體健康會出現狀況 可能生病 所以在朝聖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人走沒多少 他們就往回走 不去了 也有一些人後來 他們因為在路騰當中被騙 或被搶劫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完成這個朝聖 所以對很多古時候的人 他們之所以會去朝聖 事實上是一種信仰進步之旅 我們現代人 我們又去一個地方 我們因為有所謂的導航裝置 你如果要去東海大學 你以前沒去過 你把手機拿起來 東海大學 手機就會告訴你怎麼走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信仰之旅不是像這樣 我們信仰之旅 比較像是二十幾年前 三十年前 以前的人 沒有這個導航裝置的時候 你手上可能勉強有地圖 甚至有一些人 他根本沒有地圖 那你要去找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 那你沒有地圖 那你大概就只能打聽 有誰去過 所以你去找到了 有誰去過的時候 你去問他 那就要看你運氣好不好 那些曾經去過的人 有一些人可以跟你講得很清楚 甚至畫個地圖給你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雖然去過 他不太記得了 他就講個大概 也有一些人他去過了 但是他不太會講 他就告訴你說 你去先往哪裡走 你去到哪裡以後 你再去那裡再問人就好 我要說 我們信仰的這一條路 比較像是這樣 當然我們有聖經 我們該好好地讀聖經 我們在教會裡面 有牧師有老師 可以教導我們 我們該好好地 從他們身上學習 可是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 信仰這一道路 其實都是我們以前沒有走過的路 所以我們必須要自己去探索 我們必須要自己很認真地去走 而且我要說 在我們走這一段信仰的路程當中 它有時候會發生很多的意外 這意外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不好的 在我們的信仰過程當中 會發生很多的驚奇 是可能比過去 所完全想像不到的事情 我如果借用過去 在1950年代出了一系列的 很有名的書 英國的文學家 也是神學家 C.S.路易斯 路易斯他所出了一套故事 其中有一本叫 《獅子女巫摩尼主》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或者看過這個電影 《獅子女巫摩尼主》 他描述四個兄弟姐妹 大概從五六歲到最大的十七八歲 他們因為大戰的緣故 從倫敦躲到鄉下 去住在一個親戚的家裡面 小孩子自己在玩桌米茶 有一天最小的那個叫Lucy 躲到衣櫥裡面去 當他躲到衣櫥裡面去的時候 他發現衣櫥裡面還有另外一個門 那個門一打開 他進入一個完全新的世界 跟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他去了以後回來 跟他的哥哥姐姐們講 沒有人相信他 所以這個小孩子想像力太豐富了 等到下一次他們四個人 剛好又一起躲到那個衣櫥裡面去的時候 他們又看到那個門 然後一打開 就四個人一起進入這個世界 這個是一個非常跟現在這個世界 不一樣的事情 更重要 他們在那個世界裡面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新的身份 什麼身份 都是王子 都是公主 哇那多好 可是呢 這些王子跟公主 他們有很沉重的責任 因為那個世界已經被一個女巫 把它變成是一個冰冷 仇恨的世界 所以他們必須要負起很重大的責任 就是要拯救那個世界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如果覺得 C.S. Lewis所說的這個魔衣處 還有那個新的世界 有一點太神奇 有一點太迷幻 你覺得那個只是小說才會發生的事 但是我要大家想一想 我們在場當中 如果年齡稍微大一點 30歲 40歲 50歲 60歲 你回想一下 你的人生有沒有經歷過一些很重要的轉折點 你的人生有沒有因為發生了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後來也許是你的學習改變 也許是你的工作改變 也許是因為你遇到了另一半 所以你的生命改變 當然可能有好有壞 你知道 我想有一些人 你如果是當年 或者是現在 你是東海大學的學生 我相信很多人 原本他不知道他會好像會來大學 就好像我當年一樣 我也不知道 當我來到東海大學之後 我會遇到什麼樣的老師 然後會教導我對於什麼樣的事情 開啟我後面人生不搖道 當我們回想的時候 其實你想一想 還真的有一些事情 是蠻神奇的 我們看一下舊約裡面的故事 在舊約我們知道摩西 他從埃及跑出來了 在曠野裡面替他的冤護放牙 四十年的時間 有一天 他突然看到荊棘被火焚燒 他很好奇 向前去想要看個究竟 但是當他靠近的時候 有聲音跟他說 這裡是聖地 你要把你的緊鞋脫下來 接著 更重要的事情是 上帝呼召他 要他再回到 他原本逃出來的地方 並且去拯救他的 以色列同胞 從那一天開始 因為他遇見上帝 遇見神 所以他生命變得不一樣 從那一天開始 他承擔了一個新的角色 他負起了很多重大的責任 他後來也完成了很多 他原本想像他自己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如果我們說 那舊業就只有一個摩西啊 其實我們不可能是摩西啊 那我再想另外一個故事 大衛王前面的那個扫羅王 扫羅 他原本因為家裡面 他的爸爸有幾頭的驢子丟掉走私了 所以他爸爸要他去找一找 然後把驢子找回來 結果當他到處去找 找了好幾天之後 有人跟他說 我們這裡有一個先知叫薩摩爾 你去問問這個先知 也許他會告訴你 你們家的驢子到哪裡去 所以他就準備了領路去找薩摩爾先知 當他找到薩摩爾先知的時候 其實薩摩爾先知早就已經在等他了 並且告訴他說 你就是將來要作為以色列國王的人 對 這夠神奇嗎 你可以想像 如果古時候也許距離我們太遠 我常常在史學院這樣解釋給學生說 這到底有多神奇 我一個女兒 他養了兩隻天竺鼠 Kinni Pig放在家裡面 有時候在客廳跑來跑去 有一天突然客人來了 把門打開Kinni Pig 這個天竺鼠就跑出去了 那丟掉了 那我女兒必須要去找對不對 他就哀家哀戶的一家一家去問 去找去找 找了半天結果天竺鼠沒找到 後來因為左右鄰居都認識他了 選旅長的時候他就被選做里長 我們選舉已經過了齁 我女兒沒有選里長 我只是要讓大家決定說 欸這不是很奇怪嗎 要去找驢子 少龍本來要去找驢子 怎麼後來變成國王呢 完全好像不相關的事情 可是當上帝他有奇妙安排的時候 他就接在一起 各位 我們其實很多人的生命 就是這樣的奇妙 在新淵的福音書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讀的那段經文裡面 只有你結 有一個鼓勵賴人西門 他從鄉下來 他可能是來過節的 但是他也許就站在這個街上 在看熱鬧 因為羅馬兵壓著這個 他所不認識的耶穌 要去定十字架 耶穌可能剛好走到那裡的時候 已經沒有力氣在背這個十字架 所以羅馬兵就隨便路邊抓了一個人 結果就是這個鼓勵賴的西門 叫他幫耶穌背十字架 照當年羅馬 因為他是一個殖民的帝國 他們的法律是隨便可以找 一個被殖民者 來替他們做事情 所以這個鼓勵賴的西門 也許他當年會覺得非常的倒楣 只是來看個熱鬧 怎麼叫我背十字架 反正你等一下定十字架 定錯會不會把我已經定死了 歷史上曾經有這樣的懷疑 好 那鼓勵賴人他就背了這個十字架 可是這個是一個神秘的旅程 在他背十字架這個旅程 到後來他看到耶穌被定十字架 聖經裡面後面告訴我們 教會的歷史告訴我們 鼓勵賴人他一家 他們信了耶穌 原本他的故事是跟耶穌的故事 接不起來的 可是在上帝的奇妙安排當中 他信了耶穌得到成就 我們的人生常常會有一些 很奇妙的轉變 我們的人生當我們願意順徒 在上帝的帶領之中 我們會遇到很多的驚心動過 曲折離奇 幾年前應該說是十幾年前 我先遇到一個年輕人 從香港來 我的經驗都是這樣 就好像我當年在東海大學大一的時候 認識一個從香港來的喬生 問到什麼名字 但是講了半天 最後我還是聽不懂 因為香港的口音很重 現在香港的同學應該講得很好 懂不懂 那十幾年前 我們遇到一個年輕人 從香港來 我問他叫什麼名字 講了半天 最後他放棄了 告訴我英文名字叫Benson 好Benson 那我聽懂 可以 後來才知道 他在修台灣神學院神學系的課 因為他在高 他在香港沒有念很多的書 但是他希望能夠考神學院 過了幾年 他真的考進神學院來 我才對這個學生有多一點的認識 Benson告訴我 他從高中的時候 他就開始吸毒 而且沒有很短的時間之內 他用毒品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用到最多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直接注射海洛因 很多人知道 到了注射海洛因的階段 是很難戒毒 他用光了家裡所有的錢 到有一天他爸爸放棄他 把他從家裡面趕出來 他從家裡面出來 等到他身上帶的錢 全部都用光了 買毒品 用完了之後 他打算準備要自殺 就在街頭準備要自殺的時候 他突然遇到更早之前 他一起吸毒的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看到他 叫他Benson 你怎麼在這裡 他不想講 他那個朋友知道 他就跟他說Benson 我們以前一起吸毒 但是我告訴你 我現在可以不用吸毒 怎麼有這麼好的事 有 我信耶穌了 Benson說你別騙我了 我從小是天主教家庭 我知道耶穌是誰 但是他這個朋友堅持 我帶你去 你可以把你的毒戒起來 結果這個Benson 就真的 因為他也走投無路了 他想如果除了死以外 也沒有其他的路 所以他就跟著他以前 以及西徒的這個朋友去戒毒 幾個月之後 他把我們戒 他開始回歸正常的生活 有一天在一次參加一個陪靈晚會的時候 他覺得是願意把自己信 來為主修優 所以上帝霧照怕 他願意成為一個傳道人 所以後來輾轉到了台灣 進了台灣神學院 因為在念神學院的時候 他最喜歡問一個問題 好像其他的學問都不重要一樣 他說 什麼是自由意志 什麼是堅決 這當然是身天上很重要的問題 但是我知道他為什麼會問這個 因為有一次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問他說Benson 你當年一起吸毒的那些朋友 現在在哪裡 他算了算了 他說 只剩下我一個 什麼叫做只剩下你一個 都死了 有的意外死了 有的跳樓自殺死了 只剩下他一個 所以我知道Benson心裡面一直問 為什麼只剩下我一個 他也問老師 為什麼只剩下我一個 我跟他說你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 我雖然是神學院老師 但是我怎麼會知道呢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我知道神留下你 要你為祂來服侍 他說老師對 這一點我也知道 但是他還是不知道 在那麼多的朋友當中 為什麼上帝一直留下你 現在弟兄姊妹 當我們遇見神 有很多時候 可能絕大部分的時候 甚至要這樣說 不是我們自己選的 是神所安排的 就算你是誕生在基督教的家庭當中 也是神所安排的 不是你自己選的 有一些人他是因為他的朋友 帶他到教會裡面來 從那一天開始 他接觸基督教 也不是他自己選的 是上帝所安排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必須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 就約聖經所讀的 當趁耶娃可尋找的時候 尋找他 我們要把握這個機會 我們不要把每一次的敬拜 看成是隨隨便便的事情 我們不要把我們有機會 成為基督徒 看成是普普通通的事情 我們要把握機會 每一次可以尋求他的時候 尋求他 我們跟他相近的時候 求靠他 當我們知道主臨在 在我們當中的時候 我們好好向神祷告 我們好好問神 主臨對我前面的計畫是誰 北美洲 在十八世紀 有一個很有名的神學家 他也是一個教會牧師 叫教班生 艾德華茲 艾德華茲 他是一個教會牧師 他也是一個很有名的護導家 十八世紀的 基督教的復興 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護導家 在他的日記裡面 曾經有一段的記載 在1737年的那一天 他騎著馬到森林裡面去 照著他平常的習慣 一邊騎馬或走路 然後一邊到達 就在向上帝 祷告的突然之間 他說 出現了一個非常奇妙的意象 他看見上帝的兒子 耶穌基督的榮耀 他不是說直接看見他 但是他說 看見耶穌基督的榮耀 還有他的偉大 完全 聖結 美妙的恩典跟愛 就在他的面前 然後他親身的體驗到 神的愛 靈到他 靈在他的身上 他說這樣的 靈靜奇妙的恩典 偉大 超過初天 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語言 能夠來描述的 而且當上帝的愛 靈到的時候 充滿他的思想跟憋念 他說這種情形 大約有一個小時後更久 他不知道時間 但是他在這段時間當中 他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眼淚直流 一直哭 然後他向上帝大聲的祷告 他心裡面有一種渴望 他希望這樣的時間 能夠把自己完全到空 讓上帝的靈更多的充滿他 充滿他 他也在這個禱告當中 他說 他要更多的 把更完全的把自己獻上 一生為主所用 愛德華斯在他的日記裡面 有好幾次分別有這樣的經驗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做一個紀錄圖 也許因為我們的中派的傳統不一樣 也許我們有一些人 有比較多這樣的經驗 比較深刻一點的經驗 而且也許有一些人 我們的經驗是不太一樣 我們可能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在參加敬拜的當中 也許在我們個人的營救的當中 我們感覺到一種深層的平安和喜樂 也許沒有那樣強烈的情緒 但是我們知道主在我的當中 或在我們的當中 所以我們會很喜樂 我們會很平安 我們會得到很多的醫治 我們也知道神聖的 有一個神學家他這樣說 當我們有一天一旦 跟我們所相信的這一位主 親身的遭遇的時候 非常親密的遭遇的時候 我們的人生會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我們所體驗到的是極為豐富美好甘甜的 那一位生命的源頭 而且是非常驚心動作 而且你會發現 你好像是進入了一個神秘 而且陌生的領域 當我們每一次跟那位神聖的主 神聖的神 有親身的遭遇的時候 我要說 我們的經驗通常都是很陌生 你以前沒有經驗過 但是你知道 這位神是如何的 可以在我們身邊當中 我們知道 在我們經驟的生命旅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走過很多很多 像這樣的人 我們也知道有一些平凡的時候 我們雖然仍然是很認真的 參加主日敬拜 我們每天的靈修 祷告 也許我們沒有經歷到這樣深刻的經驗 但是有另外一些時候 不是我們自己所預備 就在另外一些時候 神祂自己所捲遣的時候 我們突然就跟主有更深刻 其妙的造型 而當我們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會非常的驚訝 我們甚至有時候可能是恐懼 我們甚至有時候可能會 在恐懼的同時 我們有很多的平安和喜好 各位弟兄姊妹 我去年 2018年的8月 我像往常一樣 我們神學院每一年 我都會帶著學生 到緬甸去做宣教 我們做短宣隊 一個禮拜的服侍之後 後來又回到仰光 因為隔天的飛機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仰光停留一天 剛好是禮拜天 所以呢 我們就去到了一個仰光 回頭語的教堂 大約有兩百年的歷史 尼瑪雷的教堂 那個教堂其實我以前去過 那我們去到了那個時間 剛好他們英文的崇拜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就說好吧 那雖然沒有英文崇拜 我們其他語言都聽不懂 我們還是進去 那我們進去以後坐下來 我們發現真的什麼都聽不懂 我的右手邊 雖然有一個從緬甸的華裔的同學 他聽得懂緬甸話 我就問他說 現在師匯的國風在說什麼 那現在牧師講到在講什麼 他說他也聽不懂 那你不是緬甸人嗎 他說因為他們現在用的是少數民主的話 所以他沒有學過這個少數民主的話 所以他也聽不懂 好吧 那我們就 我想每一個人就乖乖地坐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自己禱告 當我開始在那裡禱告的時候 當然偶爾有一些時候他們唱的詩歌 是普世的基督徒都會唱的歌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唱什麼 但是我開始在那裡禱告的時候 突然之間 很快的 突然之間 我想起了22年前 我彷彿我發生過一樣的事情 因為22年前 我那時候都是去到新加坡去念神學 那第一個禮拜天 我去到了一個教堂 他們其實用的是英文 可是呢 我那時候英文真的很爛 我在東海念書的時候 沒有好好學英文 我去到那個教堂 雖然所有禮拜儀式都是照我最熟悉的儀式 但是我幾乎全部都聽不懂 那我全部都聽不懂的時候 我就在心裡面跟上帝禱告 我會說神說 主啊 那我連禮拜都聽不懂 我怎麼讀神學呢 我就跟上帝結求 主很求你給我一個恩典 給我一個恩賜 就是說方言的恩賜 這個方言也不是聖經裡面所說的天使的話語 這個方言就是英文就好了 後來有沒有得到這恩賜 有 經過六年八年很認真不斷的學習之後 終於英文能夠聽得懂 各位 我在那個時候 我是說我在 在仰光 比馬利利教堂的時候 突然間我覺得 我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神力的領域 上帝帶我回到二十二年前 當我第一次出國 也就是我第一次出去念書 在一個非常陌生的環境 一個我完全聽不懂 然後說英文的國家跟教堂裡面的時候 我知道 上帝與我平常 我覺得非常的無助 我覺得非常的軟弱 我知道我什麼都不會 但是我突然間 我說的是 在仰光的那個時候 當我遇到了這個 緬甸的少數民族的崇拜的時候 什麼事聽不懂 我發現其實我就是二十二年前的那個人 但是 但是也在那個時候 我知道上帝的靈 上帝的慈愛 很多很深的感動我 然後開始我想起這二十二年當中 上帝有許許多多恩典 英文只是其中的一件 還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不斷的臨到我 我非常的感恩 然後我開始也問主 主啊 你給我這麼多恩典 我真的覺得羞愧 我也問主 主 我能不能稱得上是一個 良善又忠心的福人 我開始向主參謀 求主赦免我 就在我開始向主 求赦免 求主原諒的時候 突然又有一個意念 在我的心裡面 我知道其實這些也不是重要 因為主的恩典是那樣的大 主的憐憫是那樣的完全 所以不管我們在上帝的面前 做得好做得不好 主早就已經勝了 我心裡面又是很多很多的平安喜樂 在我心裡面 在整個一個多小時的禮拜過程當中 我有很多很多的領受 同時我也不斷的一直哭 當然不是好少大哭 因為我的同工還有我的學生 就坐在我旁邊 坐在我後面 我不敢哭得很大聲 但是我不斷的流眼淚 我都不敢看我旁邊的同工 那個緬甸的同學也不敢看我 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一直哭 各位弟兄姊妹 神有時候藉著很奇妙的方式提醒我們 祂的恩典 有時候用我們所遭遇 想像不到的方式 讓我們遭遇到祂的恩典 在那個瞬間 有人說 曾經有人說 有人會認為 因為聖靈充滿的時候 還是頭腦不清楚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那個時候雖然心裡面有很多的情緒 充滿了感恩 我們也有很多的懺悔 但是我頭腦同時間也是很清楚的 我甚至同時間也 用我過去所學過的宗教社會學 我所學過的宗教現象學 在想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斷的在反思 當然我知道 這是神的恩典領導我 如果要打一個比喻 我想大家現在人有一個經驗 有時候你拿著手機 你想要下載一個圖片 一個很大的檔案 但是那個地方突然信號不好 所以總是下載不下來對不對 但是你換個位置 突然之間你的手機的收訊變得很好 在很短的時間所有的信號中都進來 我覺得我那一天的經驗就像是這樣 我不敢說我平常去做禮拜 或參加敬拜的時候都沒有收過 可是就在那一天 我的收過感覺上 好像超過了平常 許許多多的敬拜起來 但是我要說 這是上帝的恩典 也因著我們平常不斷的努力 也因著我們平常不斷的渴慕神 渴慕神更多的臨戰 所以在某一天 上帝祂所預備好的那個職 那個時刻的時候 這些恩典祂就全部下來了 各位弟兄姐妹 經文告訴我們 當趁別皇可尋求的時候尋找祂 相近的時候求告祂 我們今天能夠有機會坐在這個 路師義教堂 這是上帝的恩典 我們也相信上帝在我們當中 我們當中有一些信來的朋友 也許這些信來的朋友是基督徒 也許不是基督徒 你只是很好奇 你想要進來看看路師義教堂 這個很漂亮的教堂 他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那我要說 也許因為這樣 這是一個神秘語圖的開始 就好像大利亞傳奇裡面 那四個孩子 他們開始了他們神秘的路程 我們當中也許有一些人 已經服侍主 衷心的服侍主 做一個合法的經驟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我們已經有 我剛才所描述過的這樣的經驗 但是我還是要再說 當我們更完全的 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的時候 也許我們現在是五十歲 六十歲七十歲 但是神可能還會為我們開啟一善 我們過去所想像不到的路 也許還要帶領我們走 一到我們過去沒有走過的道路 也許神要讓我們更深更多的經驗祂 體驗祂 並且假天給我們更多的十五天的能力 盼管我們每一個人 都願意更多的放下自己 遺棄卑劍的事 讓我們成為主 所能夠使用得起 讓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夠更多的把自己擺上 從神來帶領 也讓我們能夠盡力 神更多更深的恨點 我們一起來祷告祢 天愛主 我們謝謝祢 我們知道祢堅選我們 我們也相信 祢已經帶領我們走過一些旅程 是我們過去 我們所沒有料想過的 我們相信祢在我們的前面 也因為我們預備了許多奇妙的道路 祢堅求祢幫助我們 就好像當年祢堅選 胡一蘭與西門一樣 有一些時候我們覺得痛苦 有一些時候我們覺得痛苦 但是我們相信 當我們緊緊跟隨祢的時候 我們這個神秘的旅程 我們會得到完美 主啊 我們要這些完美 主 我們要求靠祢 主 我們更求祢帶領祢 我們這樣祷告奉主耶穌請 神秘的旅程 神秘的旅程 神秘的旅程